圣灵事情救赎第五十四讲 重生第七段G 上帝的话作为重生的工具 第一点 这个问题就在问什么 辨明这个问题的含义 这里面的A 这里面也分A跟B 老一辈改革中神学家所坚持的 老一辈的改革中神学家坚持 重生是不靠任何中介 是什么意思 当老一辈的改革中神学家坚持 重生是直接的时候 他们用直接这个词 跟我们今天的含义不一样 譬如说 法国Salmur S-A-U-M-U-R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们教导 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时候 使超自然的 光照一个人的思想 也劝浮了这个人的思想 是那么的大能的 劝浮了他 人的意志呢 就不可能 不跟着 这个改变了的 被劝浮的思想的判断了 圣灵 我再来一次 圣灵超自然的 光照一个人的理智 劝浮 说服了他 是那么大能的 说服了他 意志不能不跟着他 意志是跟着这个思想 他改变了吗 这个理智改变了 他就同意真理了 他就同意他是罪人 耶稣基督是救主 圣灵是直接 在人的理智上工作的 对不起 圣灵直接的 只在人的理智上工作 透过理智 在人的意志上工作 再来 圣灵直接 光照人的理智 理智就影响意志 根据这些 萨姆尔派 的改革中生学家 圣灵并没有 直接在人的意志上工作 只是在人的 理智上工作 我先停一下解释 什么叫萨姆尔派 萨姆尔派呢 是一派 很改革中了 但是呢 简单的说 是 萨姆尔文 四要点派 所以他们呢 是不意志的 不贯彻的 怎么说呢 上帝预定了 谁得救 但是当 主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是为全人类死的 然后呢 圣灵又重生 那些选民 而只重生选民 所以圣父圣灵 所做的 和圣子所做的 范围不一样 所以他们是 80%的 价文主义者 那今天也会有一些 其他的 不属那萨姆尔派的 甚至不一定 自己承认是 改革中的 是要点的 加尔文主义者 OK 那这个是 不过 萨姆尔派 还是属于整个 改革中神学 这种加尔文之后 到了17、18世纪 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还算 他们是家里面的人的 所以我们 伯格佛还会讨论他们吗 是不是说 圣灵只是在 人的理智上工作 不直接影响 人的意志呢 好 那是 萨姆尔派 萨姆尔是一个 地方的名字 他们说 萨姆尔派的意思 是那个地方的 神学院的教授们 好 下面是对 这个萨姆尔派的批判 改革中神学 往往反对 这个说法 改革中神学院 一般来说 强调 圣灵 在重生的时候 也直接 向人的意志动工 不仅仅是 间接地 透过理智 来改变人的意志的 我多加一句 参考 欧文的圣灵论 这本书 可能有了 电子版的吧 欧文圣灵论 就是说 我修改过 翻译员的稿 然后我们把稿件 送了给改革中出版 谁出版的 今天 当我们问 今天就是二十世纪 当我们问 重生是 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时候 这个问题呢 是有一点点不同 不是在问 圣灵向人的理智 而不向人的意志 做工 问题不是问这个了 现在我们问的是 神的道 是不是圣灵所用的 一个器皿 来重生人 B 所以 我们要注意 我们在问的是 什么问题 问题不是问 神是否用一个 创造性的话语 来重生人 一般来说 神学家都承认是的 就是上帝用祂的话来 再造了 新造的人 重生 再创造 问题 也不是问 上帝是否用真理的道 是否用 是否用 讲道者所讲的道 来使新的生命生出 还是说 上帝生出 这个新人 就是上帝确保 这新生命 有第一次的表现 这两个都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真正要问的问题是 当上帝把这个新的生命 种植在人里面 或者是把这个新的生命 生出的时候 有否用圣经的话 或者讲道者的话 作为工具 或者器 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过去的神学家问 重生是否直接见解的时候 就没有把问题搞清楚 二 我们来考虑一些的说法 说 不是的 神的道并不是圣灵重生人的工具 William Shet 是威廉 他是19世纪 美国的一位的改革中神学家 他的系统神学 Dogmatic Theology 还是买得到的 他是这样说的 圣灵的影响 和真理的影响 或者人讲道者的影响 是不同的 圣灵是直接在人的灵魂 在人的灵里面做工的 Shed博士是这样说的 在他的Dogmatic Theology 教义神学卷二 第五百页 说 圣灵的影响 与真理的影响 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圣灵的影响 和人对人的影响 是不同的 圣灵的影响 和任何其他的方法 器皿的影响 是不同的 圣灵的能力 是直接在人的灵 做工的 直接向人的灵 做工的 是灵影响灵 是三位一体 其中一个位格 影响一个人的位格 所以 真理 或者一个人 就是讲道者 是不能够这样子 直接地 在人的灵魂的本质上 做工的 这个是石卫廉的看法 他说 圣灵是灵影响灵 那人所讲的道 不可能好像圣灵这样子 直接地改变一个人的灵 下面 是支持石卫廉的看法的 A 重生是再创造的行动 由死入生 福音真理的宣讲 只发挥劝花的作用 对死人却没有功效的 我们来看课文 重生是一个创造性的 或者说再创造的一个的作为 透过这个重生的作为 一个灵里面死的罪人 就恢复了生命 就活过来了 从死 进到生 可是 福音的真理呢 只能够做劝花的工作的 这个劝花人的福音真理 对死 对人的属灵的死 是没有效果的 假如说 假如说 福音真理 是重生的工具的话 就有点意味着 不相信人在灵里是死的 当然 这个也不是对方的用意 波克福多加了这一句 好 shed是这样看的 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人从死 出来进到生命 人的话不能做这件事的 一 从生发生在人不能意识的范围 真理的宣讲却在人意识的范围 从生是在潜意识这个范围里面发生的 也就是说 不在人的意识 或者人所注意到的这个范围里的 可是 真理是向人的意识讲话的 真理能够说福 能够影响人 只是当人注意真理的时候 要人听 注意听 真理才能够影响人 但是 从生不是 从生是在人心灵的深处 潜意识的发生的 这个是shed的看法的第二个支持的理由 第三 圣灵的影响与神的话语的影响是不同的 圣灵的影响在于人正确领 圣灵的影响对于人正确领受真理是必须的 留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Ludia的个案 圣经会分辨出 圣灵的影响 和神的话的影响的 圣经宣告 人若要正确的领受真理 必须要有圣灵的影响 约翰六章六十四到六十五请来读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所以到耶稣来的 到耶稣那里的 是蒙父的恩赐的 我们来读 《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 有一个卖紫色不皮的妇人 名叫里尼亚 是推阿推拉城的人 素来敬拜神 她听见了 主就开导她的心 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英文是 The Lord opened her heart 主打开了她的心 主打开了她的心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 请来读 来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圣灵的话属灵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欲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伯格夫引用这段话的用意是说 圣灵直接的影响人 不过我们也可以停下来解释一下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 这段经文的意思 因为属灵人能看透万事 第十五节 是历代的解经家会受到困惑的一节 首先我们从上下文来看 从灵前第一章一开始 我们就知道 哥林多前书 整封信 整卷书呢 是保罗在维护他使徒的身份 使徒的职份的 然后呢 他在第一章十八节开始 就对照世上的智慧和从神来的所谓余着 事实上是智慧啦 所谓的余着 世上的辨识和实际下的所谓的余着跟绊脚石 所以呢 一直到了第二章 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保罗还是在讲的 我们不是高言大语的 我不是用委婉的言语来到你们中间的 乃是以圣灵的大能来到你们中间的 所以他把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大能和人间的委婉的言语 也就是哲学家修持学 希腊的修持学 学教反那种的 很花巧的讲话的方法 他把这两个对照 背后整个的大前提是 他在维护 他实实在在是主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使徒 但是他说 在那些成熟的 完全的人就是成熟的意思 在那些完全就是成熟的人中间 我也讲智慧的 那不是不是不是什么智慧 不是世界上的智慧 不是那些有权有为人的智慧 假如是的话呢 或者说假如他们 对不起 假如他们明白了 他们就不会盯 主耶稣是不是驾导 不是的 我们是从神而来的智慧 把这个智慧传给你们的 所以呢 哥林多前书二章呢 就不是在讲圣灵 灵 魂 体 这四者的关系的 他不是在讲人论 所以呢 还有属灵的 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 这个词呢 就不是 就不是在讲人论 不是在讲 有些人是属灵的 有些人是属魂 或者血气的 有些人是属 身体的 属体的 不是的 属灵的 这个词 按照我的老师 格里奇 格里奇就是写那本 以前叫做 圣灵降临 剖析 现在改了一个名字 圣灵的降临 最近他也发表了一本的书 翻成中文叫 《道成了文字》 是我们的新月老师 后来改了做 系统神学的老师 根据格里奇 也是根据霍世衡 属灵的 这个形容词呢 从来就不是讲 人的灵 都是在讲 圣灵的 比如说 圣灵所掌管的人 圣灵运行的 圣灵所做的 圣灵所掌管的 没有一次 在新月圣经 属灵的是指人的灵 只有一次 不是讲圣灵 也不是讲人 就是 一份所说六章十到二十节 那个属灵的征战 那个属灵的是在讲 邪灵 所以 新月圣经 我不是说 没有讲人的灵 我的意思是 属灵的这个形容词 从来没有来讲 是一个人是很属灵的 不属魂的 是很爱主的 从来不是讲这个的 属灵的人在这里 就是圣灵所掌管的人 圣灵掌管 当然有很多种 上下文是在讲 使徒的指纹 所以属灵的人 看透万事 就是不是说 属魂的看不透 只有属灵的看得透 而是说 圣灵所掌管的人 能够看透万事 那谁是 哥林多前书二章 所指的属灵的人呢 从上下文来看 就是使徒 所以呢 这里在讲的是 保罗说 我们领受的 我们使徒们所领受的 不是世上的灵 是神来的灵 这样我们能够知道 神开恩 赐给我们的事 赐给我们什么 赐给我们基督死 跟复活这个信息 并且我们讲说 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 所指教的言语 我们不是用 花桥的哲学跟修持学 乃是圣灵指教 我们的话 用属灵的话 就是圣灵所来的话 圣灵所控制 我们要讲出的话 来解释 圣灵要讲出的事 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 属血气的人 属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领会神 圣灵的事的 不会领会 圣灵所默示的事的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是 唯有圣灵掌管的人 才能够看透的 圣灵掌管的人 能够看透万事 却没有人 能够看透他 所以这里 是在讲使徒的身份 总之 圣灵所掌管的人 跟世界上的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后一段经文 是以弗所书的一章 十七到二十节 这里讲到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保罗求神 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赐给以弗所的教会 这里用的启示 是新约圣经少有的例子 启示是指光照 而不是说保罗求圣灵也 默示以弗所的基督徒 叫他们又做了使徒 又可以写成新约圣经 不是这个意思 启示有他的狭义 这里用的启示是广义的 是指保罗求神 把这个启示的灵 赐给以弗所的基督徒 好叫他们蒙圣灵的光照 的意思 好我们回到伯格夫 请注意启迪亚这个事情 启迪亚听到使徒所讲的 他的心主就打开 所以他就专心听 留心的听保罗所讲到 好这里就讲完了 石威廉的看法的三种自知的理由 就是说圣灵是直接影响一个人道 下一讲我们会讲 经文又有很多 是好像支持一个相反的看法 就是说圣灵的确是用神的道 来重生人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